会计基础的第一章内容向我们大家展示了会计的一个基本概论 告诉我们什么是会计 还有会计的基本假设和会计的记账基础 以及会计信息的质量 那么还有会计要素以及会计等式 这一章一共通过四节的内容向大家展示了所有需要接触的会计的基础理论 那么跟我来看一下什么是会计的概念 也就是说我想学习会计 我先要了解会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那我们从概念上可以知道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那么通过反应核算和监督一个单位经济活动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从事会计工作 肯定一旦从事了会计工作 他就接触到了我们的管理工作 肯定是一个经济管理者 那么他管理这个会计工作不是用我们所有的手段 而是以我们的货币为主要的计量单位 这里面所说的主要计量单位 肯定并不是一个唯一的计量单位 因为会计在进行我们这项经济管理活动的时候 那么除了以货币为计量单位以外 那么有时候还可以用到我们的重量单位数量单位等等 都有可能作为辅助单位的出现 那么再说了会计的工作肯定是对我们特定经济主体的反应和监督 所谓的特定肯定是固定到某一个主体不能说了会计工作所有的主体我都核算和监督 那样的话立场站不稳 核算监督的具体的行为就有可能出现错误 那么我们说会计对一个单位进行我们的核算和监督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核算和监督就是会计的基本的职能 那么核算我们可以用货币计量的经济活动 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 用会计非常专业的方法 那么我们的监督要说了在核算的同时要进行监督 这两项工作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除了了解会计的这个概念以外 那么还要知道会计的基本特征 所说的基本特征就是把我们会计概念拆开来给大家解释 会计是一项经济管理工作 所以会计肯定是企业的管理人员 因此才有很多人愿意学习会计工作 那么再说会计是对其特定单位的一项活动 那么这里面说特定肯定是固定到某一个特殊的单位 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会计核算和监督的一个对象 那么会计具有核算和监督这两项的基本的职能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基础工作 这两个日常工作 那么再说会计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那么为主要并不是我们唯一的计量单位 那么唯一就是他除了他没有别人 那么为主在以货币为主的时候 还有可能用到其他的辅助计量单位 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些重量数量这些长度 作为我们辅助的计量单位 那么这是说会计需要掌握的基本特征 在概念的基础上把它展开就可以 那么我们来讲会计接触的两个基本职能 所谓的基本职能 我工作最基础要做到哪两个方面 我们一个叫他会计核算 另外一个叫他会计监督 那么核算我要先给大家讲解 那么所以核算就是我们首要的职能 先讲的肯定是比下一个讲的要重要一点 所以会计核算 我们又叫他首要的基本职能 那么作为这个首要的基本职能 肯定要把我的那个 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写在最前面 那么在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的同时 通过我们的确认记录计算报告等环节 那么反映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 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这项工作 就叫核算工作 那么首先你要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通过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环节 向特定主体反映经济活动的 那么并向有关方面提供会计信息的一个管理工作 那么对于这个会计核算 书上给大家说了有两个特征 也就是说这个首要的基本职能 首先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市主并不是唯一的 在讲会计的概念已经说过了 那么会计计核算的第二个特征 那么会计核算肯定是全面连续核系统的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一个比较特殊的方面 因为在这里面没有出现过 一定是全面连续核系统的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全面的核算工作 因为只有全面 那么提供企业的会计信息才是真实可靠 那么才可以让信息了解的人员 更加全面的了解企业的信息 因此在核算的时候 哪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丢掉 必须要是都核算上的 除了全面以外 我们还要求记录是连续的 不可以有任何的间断 那么这样对报表使用人了解企业情况才更加的有意义 这是我们说的对于会计的核算的特征的第二个 一定要是连续不可以间断来反映特定主体的经济活动 那么再说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反应 那么这个系统的反应 因为会计本身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 经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发展 它运用了我们的数学 运筹学 逻辑学 形成了非常系统的会计学科 因此核算肯定是全面连续核系统的 而且核算肯定要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而进行的 那么在讲了会计核算的两个特征以后 还需要大家了解会计核算的四个环节 那么通过哪几件事情我们来进行核算 那么在概念里说过了四个环节 首先是确认 第二是计量 第三是记录 第四个是报告 通过这四个环节来完成会计的核算的这个首要的基本职能 那么先看会计环节里面的第一个确认环节 在确认环节的时候 我们要确认这项经济业务到底是不是我这个特定主体发生的 还是我特定主体负责人的个人的事情 举个例子来了解 比如说今天早上天气非常非常寒冷 那么在我们的总经理视察办公室的时候发现 哎 财务办公室的空调坏了 什么呀 不治暖了 那么不治暖了 现在于是乎就说什么呀 现在给财务室新买一部空调吧 于是早晨起来 花了5000块钱给财务室新买了一部空调 装在了企业财务办公室 那么买完了空调之后 我们的这个总经理索取了原始凭证 并拿了相关的报销单据到出纳这进行来报销 然后跟出纳说 今天早上我给财务办公室买了一部空调 所以给我来进行报销吧 那么作为出纳会计的最基础的工作人员 拿到这一张原始凭证 一定要判断这项经济业务 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定主体的 分析判断以后 5000块钱给财务室买的空调 那么是公司的行为 所以应该把这笔经济业务 记录到企业的日常的会计核算过程中 那么好 今天上午我们总经理花5000块钱 为财务办公室置办了一部空调 那么他中午忽然回家的时候发现 呀 我们家里的空调也坏了 于是他又在中午的时间 买了一部和财务室一模一样的空调 安在了他自己的家中 那么也同样取得了原始凭证 于是拿着发票下午又到我们出纳这来报销了 说 我又买了一部空调放在家里了 你给我报销一下吧 那么现在作为我们企业的出纳 会计最基础的工作人员 在判断这项经济业务的时候 是应该予以确认还是不应该予以确认 那么同样是这个人买的 都是公司的总经理买的 但是他下午买的这个 放在了自己家中属于他的私人行为 和我这个特定主体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在确认的时候不予确认 这是我们说在确认的会计核算的这个环节 一定要确认这项经济业务 是我们特定主体发生的 还是特定主体负责人的个人行为 好 那么经过确认以后 下午的空调是个人行为不予报销 那么上午为财务实买的空调就是企业的行为 应该进行会计的核算 经过了第一步确认以后 那么进入到第二个流程进行计量 那么在计量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按照哪个数字进行会计的核算 一步空调上面写上了 价钱是多少钱 税钱是多少钱 价税合计是多少钱 那么有三个数字 我们要按照这三个数字不同的方法进行我们的计量 三个数字都要记下来 那么记下来应该怎么做 按照会计专业的方法进行记录 在计量的时候看是按照哪个数字来进行核算 那么如果到记录环节 就是要用会计专业的方法进行记录 那么专业方法我们叫它借贷的复式记账法 那么记录了以后 最后一个环节 要向我们的报表时人进行报告 也就是向我们的所有人报告一下 企业这个星期这个月 乃至今年都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 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是我们说报告环节 一定向我们的报表使用人提供会计信息 这才是会计工作的终结点 我的工作都完成了 那么这是我们说会计核算的四个环节 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四个环节肯定是依次来进行的 做完了上一个环节的工作才能来做下一个环节的工作 肯定不能是跳着做的 那么在实行判断题判断的时候就额外注意 在论述会计核算的四个环节的时候 他的论述方法是否是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 只要有任何的颠倒 那通通都是错的 因为不符合我们工作的一个流程 那么说完了会计核算的四个环节 那么在书上还讲了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 那么这七种方法 现在不要求你们一次性全部把它背下来 但是需要了解这七种方法 因为从我们的第二章开始 每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每一章节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么先看我们会计七种方法里面的第一个方法 设置会计科目和账户 然后进行复试记账 填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登记账簿 成本计算 财产清查 编制财务会计报告 那么这七个环节 每一个合算方法 那么就是我们今后要讲的每一个章节的内容 所以我们把每一章节的内容记下来 这七个合算方法 我们自然就能把它记下来 那么七个合算方法 在我们以前考试的时候 曾经考过简答题 简数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 那么还要知道 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 在我们现实运用中的一个差异 书上在开始论述的时候是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像我说的顺序是一样的 那么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 顺序是稍微有一点差异的 需要注意看一下书上面注释的内容 那么这是关于会计核算的这个 首要的职能需要大家掌握的 会计核算的职能的一个概念 那么会计核算的两个特点 会计核算的四个环节和七种方法 那么了解了会计核算的 这个首要职能以后 那么再来看会计核算的第二个职能 我们叫它会计的监督职能 那么监督要求在核算的同时 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监督 那么来一定是在核算的同时 进行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监督 那么监督书上讲了监督的三个特点 三个特点首先说第一个 会计的监督主要是依靠价值指标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我给了定一个什么呀 定了一个价值 在进行核算的时候要监督它的这个价值是否符合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要求 因为会计的所有的运动表现成我们的价值运动或者是叫资金运动 所以我们给一个价值指标进行监督 那么我们监督的第二个特点 会计的监督是全面的监督 也就是说哪个环节都不能少 都要监督上 所以这个全面的监督 我又分成事前监督 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 那么事前监督 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进行可行性的研究 看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实行 那么叫它事前监督 那么事中监督 正在进行中的事情我要进行监督 那么监督的意义找出偏差 也就是说找出正在进行的事情和我的预算计划存在偏差 那么及时进行纠正 事中监督 那么再看事后监督 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要进行监督 那么监督的就是 已经结束的事情和我的预算计划是否一样 那么如果不一样来分析不一样的原因 杜绝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 那么这是监督一定是全面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 那么第三个监督的特点 监督是按照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两方面的监督 那么合法性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是合法性的监督 那么合理性的监督符合企业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 那么叫它合理性的监督 这是我们说会计核算的两个基本职能 一个叫它核算 一个叫它监督 那么监督肯定是在核算的同时进行监督 监督两方面合法性和合理性 那么核算和监督作为会计的两个基本职能 核算是首要的 那么监督放在它后面 那么我们说监督是核算的质量保障 只有我们监督到位了才能确保核算按质按量的完成 那么我们的核算又是监督的一个依据 你监督谁呀你要找到一个目标 所以核算是监督的依据 那么监督是核算的质量保证 两个相辅相成 才构成了会计的这项经济管理工作 那么在了解了会计的基本职能以后 那么需要大家了解财务报告的目标 那么财务报告的目标也叫它会计工作的目标 两个目标 一个是向报表使用人提供相关的信息 那么第二个反映受托管理责任的旅行情况 这两个目标了解一下就可以 先看我们的会计报告目标的第一个 向报表使用人提供相关的信息 那么都有谁想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 首先企业是在国家的整体环境下成立的 所以第一个想了解企业的情况的肯定是我们的国家相关的政府机关 那么政府机关想了解企业信息的情况 为什么来监督企业是否合理合法的足额的向国家交纳了各项的税费 这是我们报表使用人的第一个 国家需要了解企业的情况 来监督企业是否合理合法足额的纳了各项税费 那么第二个 如果我投资成立了企业 我花一百万投资成立了一个企业 我作为企业的投资人 是不是想了解一下我的投资给我带来了什么样的回报 让我拥有多少资产 所以第二个报表使用人是企业的投资者 花钱成立企业肯定要了解企业的情况 所以是我们的所有者投资人想了解企业的财务情况 那么再看第三个 如果现在企业生产经营了一段 我们说了生产经线资金有点不太够了 于是乎跟投资者协商 你再投点钱吧 投资者说没钱了都投了 于是乎建议企业你去借债吧 那么作为企业的债权人 我借债了我背负了债务 所以我是债务人 那么谁借给我钱就是企业的债权人 那么作为债权人 由于把钱借给了企业 肯定要了解企业是不是有偿债能力 什么时候能还清我钱呀 那么通过什么来缴解企业的财务会计报告 所以对财务报表的使用人要了解企业的情况一共是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我们的国家 第二个是投资者 第三个是债权人 都需要通过财务报告来了解企业的经营情况 或者是财务情况以及我们的运行结果的 这是我们说财务报告的第一个目标 向报表使用人提供相关的信息 不同的使用人侧重点不同 所以我们提供信息就是有差异的 那么再看第二个 反应受托管理责任的旅行情况 那么由于现在我们叫经营权和所有权两权分离 所以作为投资者成立企业的投资人 那么我们有钱了就有闲 有钱了我就可以去度假不参加生产经营 那么我会雇用一帮人来帮我管理企业 那么这个替我管理企业的人 那么我作为投资者肯定要了解 这些实际帮助我们管理企业的人 是否按照我们投资人的意愿来生产经营管理的公司 如果是按照投资者的意愿来生产经营管理公司 我们叫他合格 完成了受托管理责任 那么我们以后年间继续雇用这些经营的管理者 那么如果这些管理者没有按照投资人的意志来管理公司 说明没有完成受托管理责任 那么作为企业的所有者投资人就可以把他什么呀 开除掉炒掉这波再新雇用一波的管理人员 那么一定是作为现在两权分离 经营权和所有权相分离的情况下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投资人并不参加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 而是雇用一个管理团队来管理企业 所以一定要通过财务会计报表来了解 管理层受托责任的旅行情况 是否按照投资人的意愿来生产经营公司 那么作为投资人他希望什么样子 一定是要期限利润的最大化 用一块钱尽可能赚取多的利润 这是投资人最想实现的目标 也叫他提高效率效益性的原则 那么这是我们说关于会计报告的目标 也可以叫他会计的工作目标 一定是向报表使用人提供相关的信息 三个使用人 那么还有向我们的投资人来了解 受托管理责任的旅行情况 那么在了解了会计的工作目标以后 我们要知道会计是核算监督这两个职能 但是他要对谁来核算核监督 也就是说会计的这个对象 对谁来进行核算核监督 那么也就是说会计和核算监督的目标 共同的指向 我们会叫他会计的对象 那么会计的对象 在一早我们就说过 会计工作本身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单位 所以在进行会计对象核算监督的时候 就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所有的全部的过程 而是在再生产过程中 可以用货币或者是用价值衡量的那些经济运动 才是会计核算监督的目标 那么因此我们把会计的对象又叫他价值运动 或者是资金运动 也就是说在再生产过程这个庞大的过程中 只是可以用价值来反映的 才是会计核算监督的目标 那么这个用价值来反映如果说成会计的专业术语 我们就叫价值运动或者是资金运动 那么既然是价值运动资金运动 他肯定侧助于他得动起来 那么对于这个价值运动和资金运动通过三个方面 我们来说他是动起来的 首先我们的资金得投入企业 资金投入企业以后 那么要经过我们的供应生产和消费 资金在企业里面要进行一个循环 那么资金循环以后 那么还要有资金的退出 有资金投入肯定要有相应的退出和它相对应 那么这就是我们价值运动或者资金运动的三个环节 资金的投入 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以及资金的退出 那么这个价值运动分成三个 那么先看资金的投入 那么我们说了一个企业如果想生产经营 肯定得先有钱 那么先有钱我们叫它货币资金 那么这个货币资金 企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来获得 那么第一个途径 企业可以有投资人投入企业资金 如果想生产成立一个企业 我们国家有注册资本金制度 投资者一定先要投入资金 那么投入资金以后 如果投资者投入的资金数量有限 还不足以使企业生产经营来完成的 完全的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企业再想获得钱 就需要借债 那么借债又叫它债权人投入 这是我们说资金投入企业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所有者投入 另外一个就是债权人投入 那么投入企业的我们暂时叫它货币资金一 企业的投资人和债权人投入了企业的货币资金一 那么企业拿到这个货币资金就要进入到循环和周转过程 那么拿到这个货币资金一 在我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里面 首先企业要用货币资金购买所有的生产用的原材料 买各种各样的原材料 还有相应的机器设备 那么这个我们简单叫它供应过程 企业拿货币资金一购买了我们的生产用的物资 我们叫它供应过程 那么供应过程货币资金一 变成了放在仓库里面的原材料 在生产线上的设备 因此它就变成了储备资金的状态 那么这个储备资金的状态 各种的生产物资要雇用劳动者对它进行改造 那么这个就叫它生产过程 那么生产过程放在仓库里的这些储备资金 就会变成生产资金 那么在生产过程完结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什么呀 可以对外销售的这些产成品 那么我们的生产资金就变成了成品资金状态 那么好 通过我们的生产过程 把储备资金变成了生产资金 那么最后又变成了成品资金 这些成品资金要对外出售了 换取我们的钱 所以在通过销售过程 把企业的所有的成品资金 又换成了货币资金 那么这里边我叫这个货币资金叫它二 那么跟我来试想 企业投资人投入的货币资金一和企业通过循环和周转最后一个销售环节换回来的货币资金二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肯定是 那么所以投入企业的货币资金一肯定小于通过销售换回的货币资金二 那么好了货币资金二大 是否这里面所有的钱都可以留在企业里面 我们说不尽然 因为企业在国家里面生存 那么作为收税就是我们什么呀 国家的权利 同时也是企业和我们公民的义务 因此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多拿回来的钱 一部分要上交国家税款 向国家纳税 那么纳完税以后你都赚钱了 有钱了 那么向你的债权人借的 你是不是要还给人家 偿还债权人 欠债还钱 偿还了债权人企业生产经营什么呀 赚钱了 作为投入的债权人你还了 那么投资者你是不是也要偿还 因此还要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也就是说企业通过销售换回的货币资金二 一部分上交国家税款 那么一部分偿还了我们的债权人 还有一部分向我们的投资人分配了利润 那么剩下的钱又参加了资金的循环和周转 因此这个循环和周转肯定是一个往复的闭合的资金量 一定是供应生产销售 那么又是供应生产销售 循环和周转 但是对于我们整体的价值运动 就是一个开放的循环 外部有投入还有资金的退出的三个环节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会计核算和监督的对象 价值运动或者叫它资金运动 那么这个资金运动又分成了三个环节 资金投入循环周转和退出 那么循环和周转又分成了三个 供应过程生产过程和销售过程 这是我们要核算的对象 价值运动或者叫它资金运动 这个庞大的价值运动或者是资金运动 要进行核算的时候 监督的时候会比较的复杂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庞大的资金运动 分成了七项事情 那么看第一项事情 首先是款项和有价证券的收复 这是我们要进行会计核算的具体内容 那么款项可以是我们的现金 可以是我们的银行存款 还有是其他货币资金 那么款项和有价证券 这里面说的有价证券 有价值的所有的债券 比如说我们的股票 我们的国债有价证券 核算这项因为这项是企业流动性 最强的 所以我要放在第一个方面进行核算 那么在核算了款项和有价证券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核算财产物资的增减收发和使用 那么这里面的财物 肯定讲的是财产和物资 核算这个由于财产物资 债用企业非常大的资金 比如说企业购买生产用的材料 放了很多钱买材料放在仓库里面 还有企业生产的设备 它的价值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我要进行核算 那么再看下面债权债务的发生和结算 那么债权债务债权收款的权利 债务付款的现实的义务叫它债务 那么作为债权债务是每个企业都会频繁发生的 发生频率非常高 所以要进行核算和监督 放在了第三个位置 那么再看资本的增结 这里说的资本增结 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金的多与少要进行核算 那么再看第五项 收入支出费用和成本的计算 那么讲收入企业日常频繁发生的 那么会引起所有者权益增加 又和投资者投入无关的经济利益流入叫它收入 比如说我是一个销售产品的企业 那么我卖产品获得的收入就是我们应该核算的内容 那么除了这个核算收入以外 还要核算支出 那么支出企业日常的花费和耗费叫它支出 如果是企业的事业单位 所有的支出就是我们的耗费 如果是我们企业 这里面支出讲的是损失 不是频繁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 那么再看我们的费用 这里说的费用同样是企业日常 频繁发生每天都要花费的 比如说像员工每月都要支付的工资 就是我们的费用 那么看一下成本 那么成本我们说了 这个成本和生产某一特定产品 有依依对应的关系 所以这里面成本我们又叫它 对象化的费用 那么费用是日常频繁发生的 那么对于成本叫它对象化的费用 这是我们第五项要核算的 收入支出费用和成本的核算 那么看一下第六项 财务成果的计算 那么既然是财务成果 肯定核算企业现在是赚钱还是赔钱 叫它财务成果 那么财务成果除了来核算企业赚钱赔钱以外 那么还要核算企业分配的利润的情况 也就是说企业如果盈利了 得向所有者分配利润 你采取分配什么样的政策 也在财务成果计算的利润 那么最后一个需要办理会计核算的其他事项 那么由于现在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的错综复杂 也就是说如果我这前六项不能涵盖的 只要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价值运动 都是我们进行会计核算的具体的内容 所以多了一个其他 需要进行会计核算的其他 那么关于这一部分内容 在我们会计基础里面会讲 那么在财经法规和职业道德里 同样会接触到这个内容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简单的了解就可以 知道它是一共有七项具体的核算内容来构成的 那么讲了会计的七个核算内容以后 那么看一下在教材的十三页 讲了会计核算的一般的要求 一共是六个一般要求 那么首先看第一个要求一定是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 进行我们的会计科目和账户的设置 然后是复式记账 编制和审核会计凭证 登记账簿成本计算财产清查和编制曹会计报告 这七项工作应该很熟悉 是我们会计核算的七种方法里面的 都要按照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 那么再说我们的第二个 第二个说的是在会计核算的过程中 一定要符合真实性的原则 要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为背景进行会计核算 不能捏造 然后说我们核算要求的第三个 那么进行会计核算的时候 要在国家要求的统一的账簿上进行登记 设置的这些账簿要符合国家的要求 那么再说我们的第四项内容 第四项内容说了 如果企业现在是实行会计 电算化的企业也应该按照国家统一要求进行会计核算 手工账有国家要求电算化 也有国家要求 都要按照统一的要求进行会计核算 那么会计核算生成的有很多的会计的档案 也叫它会计资料 这些会计资料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要求进行保管 不得任意的回损 那么再看我们会计核算一般要求的最后一项 第六项 会计在记账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的是中文记账 没有什么呀 没有可选项 选英文行吗 不可以 选择中文是强制性的 那么这是我们关于会计的基础内容给大家的讲解 那么讲了什么 首先回忆讲了会计的一个概念 两个基本职能 核算职能的两个特点 四个环节和七种方法 那么讲了监督职能的三个特点 讲了会计报告的两个目标 讲了我们一个资金运动 那么讲了一个资金运动的三个环节 还讲了资金循环和周转的三个环节 那么最后讲的是会计核算的七个一般要求 那么还有讲了会计核算的七个基本内容和六个一般要求 这是对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要求大家掌握的 用一串数字给大家概括了 会计是计量什么呀 数字的货币的 所以要求对数字要有比较强大敏感程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